大家好,我是曼曼老师 今天为大家解答网络上对八段井课程的众多疑问 首先,第一个问题 八段井的版本众多,都有哪些版本呢? 八段井的版本真的非常多 有国家体育总局教学版,教学合计版 还有传统版本,竞赛版本等等 每一个版本都有其的优点和不足 传统版本分为六分钟和十二分钟的两个版本 六分钟是简化版,每个动作练两到三次 为了比赛进行的一个简化调整 十二分钟的是完整版,它每个动作练六到七次 不知大家是否有见过竞赛版本 竞赛版本的话,它的动作较为有难度 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升级 在工法中,它结合了高难度的一些平衡动作 进行了一个改编 适用于专业人员或者身体素质不错的人群 我们的版本呢,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教材 为一托进行的一个课程设计 在教学模式上进行了一个创新 能让观众更加直观地学习到八段井的细节动作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我们这个版本? 网络上有非常多的版本 很多细节上的讲解会比较笼统 而且内容比较单一 我们的版本是金讲 结合了热身和辅助练习的动作 热身动作它会让你的身体更加的舒展 而辅助练习能让工法动作更加到位 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 在主要身体活动以前 以较轻的活动量进行肢体活动 为随后更为强烈的身体活动做准备 目的是在于提高随后运动的效率 运动的安全性 同时满足人体在身体和心理上的需求 锻炼之前 人的机能能力和工作效率 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因而需要通过热身进行调整 让你的身体更加灵敏地去感知 每一块肌肉的拉伸揉按和挤压 最后的辅助练习能很好地巩固和强化身体形态 激活不常用到的肌肉组织 使八段筋运动更加到位 第三个问题是 我们这版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这版的特别之处 是在科学细致的基础上 让大家有一个美的享受和专业的体验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概念 让大家对传统运动有一个新的认识 不一定要穿传统的大褂灯笼裤练习 我们可以很时尚很舒服地去锻炼 在内容设计上也是一个突破 我们有五大流程和四大环节 五大流程是从热身开始到示范到讲解 再到完整练习 再到最后的辅助练习 从减到凡 一步一步唤醒你的身体 本体感知能力 四大环节是从基本功开始讲解 到动作详解 再到阶段练习 最后是一个完整的练习 基本功部分的话 详细讲解了手行 步行 呼吸 以及装法 基本功就像房子的地基 地基不牢 地动山摇 只有基本功 掌握到位 后期的练习 才不会手忙脚乱 动作详解 分别从上肢和下肢的分解教学进行讲解 让大家能更好的协调手脚动作 阶段训练环节 也是一个突破 学完半套动作 可以不用急着往下学 先巩固 再学习 再巩固 通过前期的不断巩固 最后完整练习的时候 就可以充分享受八段颈 给你身体带来